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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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民宿我们民宿担任的角色就是包括了文化的特色 尤其我们高雄的原住民还有客家的文化都在我们民宿可以展现出来 那我当理事长会继续跟观光局还有我们7-11这些把我们民宿的资讯多多推销出去 这是我要努力的 因为很多民宿我们找不到啊 这个要怎么去问 怎么去引导 这个要训练他们啊 是是是 这方面你问得很好 以后关于民宿的这个点啊 我们会继续跟观光局还有跟7-11 继续把我们民宿的这个点还有我们也应的很多那个那个折叶还有那个东西摆在7-11 把这些资讯啊透明展现在各位各位听众面前 下次他们就有可能问得到民宿就得了 对对对对 好 谢谢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特别要跟视频朋友介绍齐美地区 我们所谓的7-11 always open 爱问路今天正式又开始了 之前我们在美容有六间那像今天在7-3在这个区块加起来 一共有19间的这个7-11 always open 爱问路 那今天这个开幕之后呢我们想以后到七美酒相征旅游的这些游客啊观光客就可以更便利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路径怎么走啊 不太了解说这个区块有哪一些好吃好喝好玩的 你就来7-11就对了啦 7-11除了有非常清楚的这个旅游招览地图之外 有各种的讯息都免费提供 那更重要的呢是所有7-11的员工 他们都有受过训练 他们对于这个九乡镇的旅游景点 九乡镇有哪一些好吃好喝好玩 基本上都有一个概念 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说 所以我想我们跟7-11做这样一个搭配 希望把这个旅游资讯呢能够更深入的到这个九个乡镇 让外地来的观光客 还有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呢 来到九乡镇旅游呢能够更舒服 能够更便利更清楚的了解这个区块 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 然后呢带更多的好朋友 进来我们这个九乡镇带动这边的观光产业起来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非常谢谢7-11 透过他的这个通讯网络 这个通路网络 可以提供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协助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呢 能够给观光客带来更便利 然后带来更多的人潮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 欢迎大家在这段时间 或是往后的这个 你有旅游假期的时候 一定要来吉美九三镇 给我们这些旅游景点 给他加持给他鼓励给他打卡 让这么美的风景让更多人来 那未来如果像老外过来的话 他们不会连不通用指的这样可以指的出来吗 我们这里也有外文的这个资讯系统 我们硬的东西都有外文 那我想7-11某种程度 他们也有训练一些这个电源 会基本的这个语文能力 所以我想现在在这个国际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有的服务业 这个语文能力大概是必备的 我想外国观光客应该不需要担心 不用担心 看这个地图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欢迎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到高雄 来到齐美九乡镇你就不用担心会迷路了 好 欢迎大家来玩 欢迎大家 当然欢迎大家来玩 齐美九乡镇是我们高雄的一个后花园 不管是齐山的老街 不管是美农的客家十大观光小城 或是内门 我们的宋江镇 到山林甲县吃蚝蚝蚝蚝蚝 还有这个到几个原住民乡镇 不管是桃园茂林或者是纳玛巷 都非常值得你来这里旅游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高雄 来到齐美九乡镇 保证让你收获满满 保证让你心旷神移的回去 Always open 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我要到齐山老街 齐山车站 我应当要怎么走呢 好 你现在的位置刚好是在那个圆溪门市 那你就顺着圆溪门市 这个齐甲路一段这边 然后往中正路直走 直走会看到一个齐心街 然后再进去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那个齐山门市 齐山门市再走过去一点 就可以到齐山车站了哦 然后那边的老街有一些 很多的 很多的小吃 譬如章鱼小丸子啊 还是说红豆饼啊 那个都很好吃哦 可以试着去看看 对还有直载冰城 对 那个香蕉冰啊 都还不错 对 就是这样子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 好可爱哦 太会秀了哦 好 好 谢谢 你要 呵呵 各位欢迎